如果陳其邁離開不要難過 因為他很快就會升行政院長 上節目接受專訪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再度語出驚人 居然說陳其邁沒連任沒關係 因為會高升行政院長 藉此推銷自家高雄市長候選人 柯志恩 柯志恩當上高雄市長 我們全部再請李四川回去當副市長 如果高雄市民還是不爽 買一送二 韓國瑜過來幫你行銷農產品 誰產品 講了孔默橫飛 韓國瑜說柯志恩當選買一送二 李四川回高雄當副市長 他要在現身高雄當志工推銷農漁產品 這話不知道是在幫還是在害柯志恩 我覺得買一送二是韓市的幽默 我覺得如果有人願意 像韓市長他是一個非常會行銷 這個農產品的漁獲的人 他來行銷應該會很多人會非常願意 只要讓我們的高雄的人民可以發大財 柯志恩緩家是韓市幽默 但把選市長比喻成買東西 運營反擊炮火也很猛烈 韓國瑜真的是製造話題十足 戲劇效果十足 但是他自己忘記了 其實他是被高雄人唾棄 被高雄人罷免 我奉勸韓國瑜不要再自台身價了 韓國瑜前市長一直都是高雄市的老朋友了 非常歡迎他隨時回來高雄走走 回來看看高雄這幾年進步了多少 韓國瑜替柯志恩拉票喊出買一送二 陳其邁高升當行政院長 高雄人會接受嗎 那個男人的超狂語錄 恐怕已經把兩年前的罷寒陰影 拋住腦後 近期文綜合報導